今天都不能搭飞机 终于可以搭搭看了 没错 好希望那个飞机可以稍微跑一下 但好像没有这个行程 草原机场公司听见你们的愿望啦 不但可以跑一下 还直接带大家飞上天 草原机场公司最近正在规划一项 搭机环岛的行程 不但让民众可以在机场体验出路径 还直接带大家飞到空中环岛一圈 无论是看安全示范影片 还是吃飞机餐 样样都没少 而且这次搭机环岛飞机的巡航高度 又跨越国际航线的巡航高度 因此说是真的出国也不为过 大家回国后想要买烟买酒买免税品 也统统没问题 让你一次买到爽 上周淘机公司已经和国际航空业者 以及相关单位开会 只要一切符合海关检查 证照查验等飞案相关规定 航空公司就可以规划搭机环岛的行程 目前直线本国民众和有居留证的人可以参加 整趟航程大约一小时左右 原则上偏向周末开放售票 价格大约会落在两千三千元左右 最快会在暑假期间乘袭 搭机环岛小席一出也成功引起大家的注意 有网友表示一小时根本飞不够 台湾这么小至少绕两圈比较刚好吧 干脆从白天绕到晚上好了 比较有一种中程飞行的感觉 但有网友把创意再升级 直接把搭机环岛换成体验国军战斗营之旅 可以规划个与红巴伴飞的行程 不但近距离了结两岸情势 更有F16护航满满的知性之旅 不过话说回来 空中飞一小时后再回到原本的地方 好像还是有点空虚耶 毕竟到了一定的高度 地面风景也看不到 老师看一片天空也很无聊 因此航空公司也计划在机上设计一些特别活动 让大家可以玩得开心 然而搭机环岛创意的想法 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支持 虽然现在大家还是无法出国 但海关机场免税商店等地方都很安全 如果顺利再暑假成行 大家暑期旅游就有多意向选择啦 不过大家想要参加搭机环岛 可能还是要轻打细算一下 毕竟大家花钱花时间 是为了坐飞机买免税商品 值不值得大家还是要想一下啦 不过先不论要不要参加 相信现在大家的心声都一样 因为真的很想出国啦